用一个配件夹锅 怎么拿到鱼器 首先是拿一半十字螺丝刀 然后用配件夹锅 对 用螺丝把它上好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左边 这边都是炒上的 这边都是炒上的 你要把鱼器转过来 这是电源 插上电源 手柄插这两边都可以 通用了 随便插一个口 另外一把就插到这个 中间这个是脚踏板的 来锅 针头 厂子上面靠柄 它是要熬槽的 它可以靠 这样 这里卡紧 想一下卡紧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开机 随便显个这样的话 一二的话它就是要刷卡 这张卡 往后面这里有个标志 按上面刷一下 这样就可以操作 这是它能量 身体的最高是300 身度是7.0 这个是它一个爆发模式 双发 下面是它一个 单前操作的测试 这是它每个战场都标识 下面这个是你刷卡的测试 就是剩几头卡的测试 这样几头 然后踩脚踏 才可以操作 好 接下来我们有点试据点操作 我们先操作前先清洁皮肤 它是消毒皮肤 肤麻的话 有个人需要肤麻的话 就是肤麻取决 个人的一个纳绍程度 如果肤麻的话 大概45分钟左右 清洁解除麻刀 我们再清洁消毒 并且再进行操作 调整好参数后 我们再点击开始 操作前我们可以涂抹一些修复产品 进行操作 可以做一个药物导入 准备开始操作 我们水纸 贴紧皮肤 正常的话 我们是 90度水纸 不可以倾斜 或者虚空接触可动 我们贴紧皮肤的话 适当的用压力 压紧贴紧皮肤 我们再采这样 脚趴开始操作 我们以盖章的形式操作 就是 覆盖 30% 到50%的一个相近距离 大概操作走1-2杯子 在操作过程中 我们是要根据客户的一个反馈 再调整螺丝的能量 我们以死盖章的形式 重叠覆盖 百分之到30-50%的一个相近距离 就是这里把一把覆盖 重叠 百分之30-50%的一个相近距离操作 到操作这里的区域的部位的话 它的参数我们要调整一点 接下来我们是把身体具体操作 操作前清洁消毒治疗的一个部位 我们准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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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串头随直 贴紧皮肤 接下来要用力按压皮肤 紧贴的皮肤 不可以这样 只是贴合 一定要贴紧完全 用适当的压力 压紧贴紧皮肤 再踩脚踏开始操作 我们也是以盖章的形式 分断了这样操作 大概重叠30%到50%的一个相近距离 大概走一到两遍 一此类推 再来一步 抽一碗面我们建议图谋修复的一个产品